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位 这个老师非常欣赏 非常喜欢的女作家 齐君的作品 我们今天要来读她的一篇 散文下雨天真好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PPT 同学可以看到 今天要来讲这个下雨天真好 老师想要问问同学 你觉得下雨天好吗 喜欢的请举手 真的喜欢下雨天吗 一般这个下雨天 都觉得湿答答的 然后那个雨打在这个道路上 那个泥巴 都是烂泥巴 这又脏兮兮的 下雨天哪里好呢 可是这个齐君 他好喜欢下雨天 这下雨天到底哪里好 我们等一下来看这篇文章 那么同学你可以看到 这个作者这里 你可以看到这个作者是齐君 这个齐君 当然是他的笔名 齐君是他的笔名 他的本名呢 你可以看到他的本名叫做潘西针 潘西针 那这个针呢 本身就有这个 就是珍奇啦 珠宝啦 那所以呢 这个齐君啊 他曾经有一阵子 他觉得这名字好俗气哦 怎么会都是这样子珠光宝器的 所以他把他自己的针呢 就是改叫做西针 针甲的针 所以你会发现呢 怎么会有这个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书籍里面 提到齐君的本名 有的写珍宝的针 有的写珍甲的针 其实都是齐君的名字 那只不过呢 这个齐君呢 他为什么取名叫做这个西 为什么取他的笔名叫做齐君 那是因为呢 他为了要感恩他的这个 大学的这个教授 有一位教授呢 叫做夏成桃 他的恩师叫做夏成桃 那么还有另一位老师呢 叫做龙慕勋 这两位老师呢 都是这个齐君 他的一个文学的启蒙老师 文学的启蒙老师 那有一次啊 这个龙慕勋啊 龙慕勋老师呢 就是因为犯了一点 一点就是有点像是政治的这种因素 然后就到监狱里面去了 他替这个就是汪精卫的这个政府 在底下做事 那后来呢到监狱里面去 那齐君呢曾经啊就是有想办法 就是要营救他的这个老师 那当时呢这个夏成桃老师跟龙慕勋老师 他们呢就会有书信往返 说哎呀这个齐君又怎么样的帮忙 怎么样的帮忙 总是有一些事情要联络 那可是又不好在 因为在狱中呢 这个书信都是要经过检验的 那你又不能够在信中直接 把这个人名就直接写出来了 那这样如果万一有什么事 是不是就连累到齐君了 所以呢这个老师呢 他们就想说这个齐君的本名叫潘西珍 这个珍本来就是珍宝 那齐这个字本身也是美玉珍宝 所以呢他就把他用一个齐 然后君呢是对人的尊称 就用齐君来代指这个就是潘西珍 那后来呢这个齐君啊 就是为了感念他的老师 因为老师们都在这个 往返的书信里面都称他为齐君 所以他就直接把他的笔名呢 就取名为齐君了 那你可以看到呢这个 我们的这篇文章呢 他是出自于红沙灯 那齐君的文章呢 都有一种就是他写散文也写小说 那这是他的这个散文集 老师很喜欢看 因为他的这个散文呢 大部分都是一些怀旧的这种 想起他儿时的这种点点滴滴的 那是一篇属于回忆文学 回忆他的这个儿时 回忆他的这个以前的故乡 在这个浙江的生活的点点滴滴 那通通都是这个抒情文 大部分都抒情文 那齐君呢 你可以看到他也写小说 但是他的小说呢 也都是就是真的有这样的人事物的 都跟他的这个成长的这个环境有关的 那你可以看到呢在文章里面 他借由儿时雨天的欢乐景象 这下雨天的这个 欢乐的景象在下雨天我们都觉得 哎呀好烦哦都不能出去玩 可是呢下雨天的时候他妈妈才能够陪他 那种欢乐的这个景象 那呈现美好难忘的这个童年 都是属于回忆文学都是属于怀旧之作 那老师也要跟同学特别提到呢 在齐君的文章里面所提到的母亲 其实都是齐君的伯母 都是他的伯母 因为这个齐君呢他在他一岁的时候 他父亲就去世了 那四岁的时候呢 这个母亲也去世了 他本来还有一个哥哥 那就哥哥跟他就顿时成了这个孤儿 没有人这个抚养 那他的母亲呢在去世之前 亲生母亲在去世之前弥留之际 他就把齐君还有他的哥哥就托付给他的大伯 就托付给这个齐君的大伯跟伯母 那所以齐君在文章里面 他都叫他的伯母叫妈妈 那叫他的这个大伯叫爸爸 那只是呢 这齐君的这个人生啊 也是很这个就是很孤单的 那在他八岁的时候 他哥哥也去世了 所以他后来呢 也是跟他母亲相依为命 那你说的爸爸呢 因为那个爸爸就是他的大伯 都一直在外地做官 所以你会发现他的文章里面 文字里面都可以看到一种厚道 都可以看到一种那种宽大的一种仁爱 所以老师非常的喜欢 那是当代怀旧抒情文学的典范 所以他的文章可以多读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文章这里 赶快看到这个课文的内容 到底下雨天哪里好了呢 那你可以看到呢 他说一清早啊 掀开窗帘看看 那窗上呢 已经洒满了水珠 这里洒满了水珠 小心他的这个注音 要念成什么 要念成洒 洒满了水珠 他说啊好极啦 又是一个下雨天 窗上洒满了水珠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是一个视觉的这个印象 我们一般呢 在写文章的时候 今天又是一个下雨天 就是作为一个叙述而已 可是呢 这个文人的眼 甚至艺术画家的眼 艺术家的眼 他都是有 就是他是有一个画面的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 齐群的文字里面也是充满画面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窗上 洒满了雨珠 那种点点 早一天下雨的时候 仔细的去看看车窗 看看你的这个窗户 或者看看车窗 甚至呢 老师有时候也会看那个 下雨天撑伞的时候 那个伞面的那个水珠 我也都觉得很美 都是很美的这个画面 你可以用心的留意的去观察它 所以你可以看到窗上 都已经洒满了水珠 啊好极了 又是一个下雨天 这个啊呢 是一个探词 那这里呢 你可以把它画起来 这里是什么 他用了感叹修词法 他是一个感叹句 感叹法 啊好极了 又是一个下雨天 那么这种 这种是一种喜悦的语气 赞美的语气 那么这一句呢 我们的题目叫做下雨天 真好 那么他说好极了 又是一个下雨天 有没有发现他手段点题 有没有 一开始就怎么样 点题了 点题 破题法 手段就告诉你 他的体脂 他喜欢下雨天 那为什么喜欢呢 底下他就说了 这个雨啊 连下了十天 半个月 甚至一个月 天哪 怎么会有雨下这么久呢 如果是我 我一定都觉得烦闷急了 要发霉了 对不对 那 这什么时候会下这样的雨 梅雨季 这个每次到了大概 农历的四五月 国历的大概五月的时候 都会有一阵子 就是一直下一直下 天天都下雨 会让人家觉得很烦躁的 那齐君也是 他说呢 雨 连下十天 半个月 甚至一个月 屋里挂满了万国骑士的 私衣服 因为你衣服不能拿去外面晒啊 那你只能怎么样 晾在这个家里面 所以他说呢 这个屋里挂满万国骑士的 私衣服 那这里这一句呢 同学你可以把它画起来 万国骑士的私衣服 这里就用了什么 辟喻 像万国骑一样 鲍同学有没有看过那个万国骑 那个国骑呢 各国的国骑 挂满那个街道 那五颜六色的 那你可以看到呢 他说 这里除了辟喻呢 其实还有视觉的磨血 这个衣服全部都挂在家里 那么墙壁地板都冒着湿气 因为下雨天湿气本来就重 然后衣服 那个衣服又晾在这个家里面 湿气更重了 那种湿气 这种就是什么 触觉的磨血 他说呢 哎哟这个 到处都湿答答的 黏糊糊的 可是呢 我也不抱怨 为什么他不抱怨 因为他喜欢下雨天啊 那为什么喜欢呢 那我们继续来看 他说雨天呢 总是把我带到另一个处所 这雨天怎么可能 把它带到另一个处所啊 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这雨天怎么可能把它带到另一个处所 可见呢他这里用了什么 转化 转化里面的拟人化 雨天是不会把你带到任何地方去的 那这个处所呢 其实就是你可以替换成所在 或者替换成地方 这个雨天好像都会把我带到另一个地方 怎么可能把它带到另一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不是具体的地方 而是一种这个 一个这种想回忆的 回忆的时空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那儿 在那儿呢 我又可以 我又可以重想欢乐的童年 所以每次下雨天 他就开始回忆了 回忆他什么 这个欢乐的童年 那些有趣的好时光啊 那些有趣的好时光啊 这里呢用了什么 这里又用了一个感叹的这个感叹句 感叹的修持法 他用了一个雨伪的注词 那强调他的这个心情 那些有趣的时光啊 那些那些时光呢 都是充满趣味的 他用了一种赞叹的语气 他说我要用雨珠的链子把它串起来 请问你那个时光可以让他串起来吗 把它绕在手腕上 把它呢缠在这个手腕上吗 不行嘛对不对 所以这里你会发现 我要用雨珠的链子 他要串的是什么 他要串的是这里面 老师把它圈起来 他要串的是时光 要用雨珠的链子把它怎么样 串起来 要串的是时光 把那些时光呢 都绕在手腕上 把那些时光绕在手腕上 那么这里呢 除了感叹之外 他还用了转化 转化里面的形象化 因为时光是抽象的人事物 他不能够就是把它串起来的 他用了一个具体的行为动作 来告诉你 他要把那些有趣的时光啊 我要用雨珠 用雨珠的链子把它串起来 然后呢绕在手腕上 要小心这个手腕的腕 我们时常会读错 这个注音要会 好 那么把它绕在手腕上 其实就是他要 这个只要一下雨 他就会去回忆 会去回想那个儿时的点点滴滴 好 那么底下呢 你可以看到他就开始这个 回到过去了 他说那时在浙江永家 在浙江永家老家 那他的这个老家呢 在浙江省 那永家这个地方 他说他当时呢 才六岁 才六岁而已 那么睡在母亲暖和的手臂弯里 那才六岁 睡在母亲暖和的手臂弯里 切记这个字要念成臂 要念成臂 以前有两个音 那现在只有一个音了 就睡在暖和的母亲的手臂弯里 那你们现在大概国中了 应该不会再睡在这个母亲的这个手臂弯里了 对吧 这个我女儿呢 九岁了 可是呢 他现在还是很喜欢这个 睡在我的手臂弯里面 一定要每次都会跟我说这个 妈妈抱抱睡 就是要我抱着他睡 然后可是我明明就是 可能要备课啦 有时候是要敢讲义啦 其实老师 就是有时候呢 这个备课晚一点 备课到三四点 可是只要我没有陪在他身边 他就睡不着 可是如果我又去陪他睡呢 可能我自己也睡着了 所以呢 就是这样两难 那我还是会先陪他睡 那第二天可能早一点起来再来准备 那你可以看到呢 他也是才六岁 然后睡在母亲暖和的手臂弯里面 天亮了 听到这个瓦背上 哗哗的雨声 这个哗哗是一个撞声词 你只要用了撞声词一定都是听觉的魔血 他说听到那个瓦背上有哗哗的雨声 我就放心了 为什么放心呢 因为这样他的妈妈呢就不用早起 就可以陪他多睡一会 那老师也要顺便跟同学呢 这个补充一下 这个齐君呢 在这个高中课本里面呢 有一篇啊 就是在以前呢 就时常 各大版本都会把它选录在这个 高中的课文里面的 叫做 叫做这个季 叫做季 这同学呢 如果有机会的话 其实网路上都可以找到文章 他是也是在写他母亲的 叫做季 这是各大版本都必须要上的一课 那老师希望同学呢 虽然你说我现在才国中嘛 但是你可以把它多找一些延伸的这个补充 就是他的其他的文章 你可以呢多读来比较看看 那齐君呢 曾经在记这篇文章 说他妈妈呢 留着一头长头发 那种古时候的 民国初年那时候的人 都是什么 这个头发都留得长长的 然后会盘成一个这个记 那可是老师要跟同学讲 以前的人不像我们现在这个洗澡 好这么方便 有这个瓦斯炉热水器 一开热水就来 古时候是没有的 所以呢他的妈妈呢 一年只洗一次头 不要怀疑老师说的 这篇文章里面有记载 他说一年只洗一次头 那这头发想想看一年才洗一次 那不就都是那种油的味道 很臭对不对 可是他们还会在那个头发上面抹发油 不然头发会打结 会抹发油让头发柔顺 那你想想看油垢的味道 在混着发油的味道 那就更可怕了 可是齐君他就曾经在他的 《记》这篇文章里面就提到 他说我睡的时候挨着母亲的肩膀 手指头绕着他的长发烧完 那双妹排这个生发油的气味 那么混着油垢味直熏我的鼻子 有点难闻却有着一份呢 这个母亲陪伴我的这个安全感 我就呼呼的睡着了 虽然难闻可是那是母亲陪伴的他的安全感 老师那时候读到那一段的时候 都特别的感动 虽然有点难闻 但是我的妈妈 所以我还是怎么样 很喜欢 很喜欢这个依偎在他身边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齐君呢 他就提到 他说呢 他睡在母亲暖和的手臂弯 而且还舍不得起床 所以这个天亮了 听到瓦背上花花的雨声 我就放心了 因为下雨天长弓不下田 这个长弓呢 都是在旧时期呢 会有那种长期被雇用的工人 长期被雇用的工人呢 就叫做长弓 那这个长弓呢 老师希望同学还是写 长期被雇用 因为那个雇那个字 要会写要会注音 被雇用的工人 叫做长弓 那么长弓不下田 就是不用到田里去 下雨天呢 就不用到田里去工作了 母亲呢也不用老早起来 这个老早 老早我们现在都会习惯讲很早 那么这个老呢 这在民国初年那时候的这个文章 比较早期的文章 我们都可以看到 当作副词 当作急 当作狠的意思 就是母亲呢 就不用很早起来做饭 可以在热被窝里面呢 多躺一回 可以再多睡一回 那么我呢 舍不得再睡 那齐君呢 就也舍不得再睡了 可是这小调皮蛋 她也不让母亲睡 那吵着要母亲呢 讲故事 她已经醒来了 就吵着母亲呢 讲故事给她听 那母亲呢 闭着眼 好不容易下雨天 可以多睡一会儿 眼睛都不想睁开 可是呢 虽然闭着眼 可是她的妈妈 你看多么的有慈爱啊 她还是给她讲这个雨天的故事 那再强调一次 在齐君的文章里面 所提到的母亲 其实都不是她的亲生母亲 是她的这个伯母 可是呢 你会发现她的伯母呢 真的把齐君 齐君呢 就是视如己出 非常的疼爱她 在字里行间 你都可以看到这个 她的母亲对她的疼爱 那你可以看到呢 她说 这个母亲闭着眼 给我讲雨天的故事 在西围的这个晨光中 这里的西围的西 请你把它圈起来 荧光笔画起来 这个西围 西是亮光的意思 可是呢 这个西围呢 有一点就是 那光呢 不是很亮 就是她还是很微弱的时候 那什么时候是很微弱的时候 天刚亮 天亮 阳光没有很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西围的晨光中 也就是天刚亮的时候 那时候 阳光呢 还很微弱的那个样子 就西围的晨光中 我望着母亲的脸 我看着呢 就那种隐隐约约的 那看着母亲的脸 她的额角 这个额角在哪里 你的额头的这个两边这边 额头的两边 她说母亲的额角呢 方方正正的 那种好像就是比较开阔的 那么眉毛呢 细细长长的 这个眉毛细细长长 以前呢 她们都喜欢这个女生的眉毛 都要细细长长的 好像浓眉大眼的 那种好像都比较粗犷 粗广一点的 那种都是男生啊 什么 什么 巾帼不让须眉 那种须眉 那种浓眉 都是指那种男生 那女生的眉毛就应该细细的 所以我们会 在那种古典的诗词里面 时常都会听到什么 淡扫额眉 有没有 额眉的额眉 是非额的额 不可以写错哦 为什么是额眉 因为她说那个眉毛很细 细的像那个非额的 触须一样 所以古时候的女生 她们都会把眉毛剃掉 就画的细细的 那种淡扫额眉 那当然每个朝代流行的不一样 还曾经有流行什么小三眉 也是把眉毛都剃掉 然后画上那种好像一座小山 或者是触眉画的很像那种 那种皱着眉头一样 应该是有一点像八字眉之类的 或者是柳燕眉 也是这个细细长长的 那就是古时候的这个女生 她的眉毛都还可以做装饰 这在以前呢 基策的时候也曾经考过一篇 这个眉毛 叙述眉毛的这个文章 那考你阅读测验 那总之呢 老师要说的是 如果你对那种眉毛 就是我们现在一般都 也都是五官 都流行自然美 可是呢 你可以去看那个日本艺剂 那种装扮 他们也是 大概就是我们大概唐代的那种装扮 他会把那个眉毛全部剃掉 然后在原本眉毛的这个地方 在上面这里画上一点 大概就是只有一个小点这样 所以每个朝代流行的都不一样 那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母亲的眉毛呢 是细细长长的 应该也是属于额眉那一型的 那眼睛呢 眉成一条线 那个眼睛呢 那眉成一条线的时候 通常都是笑容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当你在笑的时候 那个眼睛会眉成一条线 对不对 他说 我的启蒙老师说啊 这个菩萨 这个有没有看过这个菩萨的法像 就是那种 这个额头呢 方方正正的 这个很宽阔的 然后呢 那个眉毛也是那种细细的 然后带着一点这种微微的笑容的 他说菩萨呢 慈眉善目 他说母亲的长相 一定就跟什么 就跟这个菩萨一样 那这种慈眉善目 慈眉善目 特别小心这个成语 请你把它画起来 慈眉善目呢 通常也是用来形容这个慈祥的 那种慈祥的 这个和善的容貌 慈祥和善的容貌 慈眉善目的 那他说呢 这个母亲的长相 一定就跟菩萨一样 这里把他的妈妈 就是形容的跟菩萨一样的 慈祥和爱 他在我们后面的文章里面 你也可以看到他的母亲真的是 都是一个很敦厚的人 那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下一段这里 他说玉啊 吓得越来越大 那母亲一起床呢 我也跟着起来 顾不得吃早饭 这个顾不得 也就是不管 不顾不顾呢 这个有没有吃早饭 我们一般 尤其是小孩子 就最贪吃最爱吃了 吃就是要摆地 对不对 可是这个齐君呢 他也顾不得还没有吃 那他就要怎么样 他就想要呢 这个去玩了 去冲进这个鱼里面玩耍了 所以他用了顾不得这三个字 连早饭都可以省略的 那么顾不得吃早饭 他就套上了这个 熟熟的旧皮靴 皮靴是比较长 那种比较长筒的 比较能够 就好像我们的雨靴一样 比较能够防水 防雨 那他就顶着雨呢 就在院子里玩了 那沟里呢水满了 可见的雨有点大 所以沟里面呢 这个水满了 白绣球花的这个花瓣 就会飘落在这个 飘落在烂泥地 跟这个水沟里面 老师也觉得这下雨天 如果那个花瓣随着水流 很美耶 那种景象也是很美的 那他就把这个阿荣伯 这个阿荣伯在齐君的嗓文里面 你可以时常读到他哦 这是齐君他们家里面的 这个老长工 那他说阿荣伯呢 给我雕的小木船 就可以飘在哪里 飘在水沟里面 就可以浮在这个水沟上 那注意到这里 两个飘之不一样 花瓣飘落 这个飘他是随风吹送的 所以他旁边 这个是个风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小木船 飘在水沟里 这里的飘 他是从水之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飘他是浮的意思 就是浮在这个 液体的这个表面上的 所以两个飘字不可以用错 那么我把阿荣伯给我雕的这个小木船 飘在水沟里 那么中间呢 坐着母亲给我缝的大红的布姑娘 以前不像我们现在可以买到那么多的玩具 以前的玩具都要怎么样 可能你要自己动手做 那你看他的妈妈多疼他 还帮他缝上什么 这个布姑娘 就是缝上那个布偶 缝上布娃娃 那这个奇君呢 可以说是 备受宠爱 家里面长弓也疼他 然后呢 这个妈妈也疼他 通通都帮他做玩具 那你可以看到呢 他说呢 这个绣球花瓣呢 就绕着小木船打转 在那里这个打转 一起呢向前流 一起往前流动 那么我跟着小木船 在烂泥地里面呢 踩水就支搭支搭的响 他就跟着那个小木船 就在那个烂泥地在那里踩水花 这我女儿也好喜欢踩水花 不知道你们小的时候 爱不爱踩水花 现在应该不会了吧 还会这么调皮吗 这我每次女儿 只要一踩水 一下雨天他可乐 这个为什么乐 他只要有积水的地方 他就会一跳跳下去 噗通一声那种 就是把那个水花溅起来 然后他就会咯咯咯咯咯咯的笑 那老师呢 看了呢 是觉得 又羡慕 羡慕他还有童心 那么 也觉得他好可爱 那种踩水花的样子很可爱 但是也很生气 也很无奈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鞋子踩脏了 布鞋踩脏了 我回去又要刷了 这个辛苦的是我 他玩得很开心啊 但是老师还是这个 就是 也是可以说无怨无悔啦 就还是刷啦 他开心就好 那童年嘛 这个总是 要有一些乐趣的 好 那么我跟着这个小木船呢 在烂泥地里面踩水 支搭支搭的响 这个支搭支搭 他也是撞声词 形容这个踩水的声音 撞声词 所以这里也是用了什么 好 听觉的摩写 听觉的摩写 好来 那么紧接着 再来看到下一段 他说呢 天下雨 这个长工们 就不用去田里工作了 就不下田 那就都蹲在哪里 大骨舱后面玩 这个骨舱呢 是厨放这个米粮的 厨放米粮的 我们现在讲仓库 对不对 这个都蹲在这个 大骨舱后面呢 在那里玩 那么我把小花猫 抱在这个怀里 齐君还养了一只小花猫耶 可以养宠物多好啊 其实小时候在乡下 都是有宠物的 因为乡下总是会养一些 这个可能地方大 那可以养一些这个狗狗啊 猫咪啊 那我们家呢 像老师这个阿嬷家 有养狗狗 那除了养狗狗之外 因为阿嬷呢 是务农的 所以呢 我们家还有养猪 老师很小的时候 还有养牛 然后养一些鸭啊 鵝啊 我每次呢 最喜欢 去追那个 追那个什么 追那个鸭子 我这样一冲过去 然后他们就 嘎嘎嘎嘎这样一边叫 然后一边跑 我是在后面追 在那一桿 结果有一次呢 哎呦 这做坏事 总是会 这个 有一句话 好像有那个电影里面说的 出来混的 总是要玩的 我在欺负鸭子的时候 欺负小鸭子的时候 我有一次 就是看到那个大鹅 我不知道鹅很凶 那一群鹅 而我也觉得那种呆头呆脑的 好像也可以欺负的样子 我也是冲过去 就对他们 哈哈哈哈 要吓他们 结果 我被鹅咬了 鹅会咬人的 他就用那个尖尖的那个嘴巴 尖尖的那个 就是那种黄色的这个灰 这鸟的嘴巴才称之为灰 总之他就用他的这个嘴巴 就是咬了我一口 好痛 那个牙齿 他有那细细的牙 这很痛害我流了一个疤 所以还是不要欺负小动物 知道吗 好 那么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哇他养了一只小花猫 然后他把小花猫呢 就抱在怀里 那么自己呢 又坐在这个阿荣伯的怀里 他宠小花猫 阿荣伯宠他 你看看也把他抱在怀里 那等着不仅宠喔 那你可以看到真的是公主 这个阿荣伯呢 把一粒一粒又香又脆的炒豆子 剥了壳 就是送到我的嘴里 那豆子吃够了 再吃芝麻糖 嘴巴干了 那就再吃橘子 在以前呢 没有那种什么零食的 所以都会吃一些什么 花生米啦 糖炒栗子啦 在老师小时候也都常常吃那些 这个很喜欢吃花生 然后很喜欢就是那种坚果类的 几乎都爱 那种小时候啊 大家一起看戏啦 在乡下看那个野台戏什么的 磕瓜子啦 这种我都很喜欢 那豆子吃够了 再吃什么 芝麻糖 那嘴巴干了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饮料 那也没有像我们现在什么便利商店 很方便到处都可以去买饮料的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吃水果 吃这个橘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说 夏雨天真好啊 有吃又有玩 对不对 大家都不用工作还陪他玩 那么长工们各个疼我 家里人多我就不寂寞了 其实不只是长工疼他 他的妈妈也疼他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这个下一段 你可以看到呢 他说五月的黄梅天 这个五月的黄梅天 在这里是戒指 戒带 戒指初夏 夏天 因为呢 这个黄梅天老师说了 他是这个农历的四五月 国历大概就五六月 那因为呢 那这个时期都是梅子成熟了 那个梅子 那不知道同学爱不爱吃那个酿的青梅 老师好爱吃喔 每次一想到梅子 这个口水就要流下来了 嗯超好吃的 那这个梅子呢 他成熟了 颜色变黄了 那在这个时期都会下一阵雨 就是所谓的梅雨季节 所以请切记喔 这个季节会考 而且很爱考 这个黄梅天就是梅子成熟 颜色变黄了 他会下的一阵雨 那时候就叫做 这个黄梅天 你也可以称他为梅雨季节 好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到处都怎么样 黏糊糊的 因为都一直下雨 都黏糊糊的 那么 母亲呢 走进走出的抱怨 这个 为什么要走进走出的抱怨 因为你一下雨就什么事都不能做啦 那也要担心这个田里面的农作物 会不会被雨给毁坏啦 然后呢 也要担心这种湿气这么的重 天气这么的热 湿气这么的重 其实是很不舒服的 那母亲呢走进走出的抱怨 可是父亲呢 却端着这个疑心的茶壶 坐在廊下 坐在那个屋檐底下 那个走廊那边 在那里赏雨 他的爸爸呢 其实是一个这个武将 可是呢 是一个武官啦 可是 他的父亲呢 就是也很会写文章 那你可以在齐君的其他篇章里面读到 他的爸爸很喜欢作诗喔 是一个文人雅士喔 那他的爸爸呢 端着就拿着疑心的茶壶 那这讲到疑心的茶壶 老师跟他很熟 为什么 因为我爸爸也很爱泡茶 所以而且 爸爸的嗜好就是收集茶壶 所以家里呢 那个橱柜上面 哇满满的通通都是茶壶 那这个疑心的茶壶呢 是哪 疑心是一个地名 在哪里呢 在江苏省 江苏省的这个疑心县 那那里产的这个茶壶呢 因为那个地方产一种紫砂 所以他最有名的那个茶壶叫做紫砂壶 紫砂壶 那我的父亲呢 他也是非常喜欢这种紫砂壶 那颜色真的很美 带有一点那种 暗红的那种紫灰的很美的这个颜色 好那你可以看到 他的爸爸就泡着茶在那里赏雨了 那么院子里面的各种花木 金雨一淋被雨淋到了 那么心绿的这个枝子 顽皮的张开翅膀 拖着娇艳的花朵 这里面呢 有没有发现心绿的枝子还会顽皮 顽皮的张开翅膀 那个枝头呢 他其实是指那个花二的那个地方 就是会怎么样 拖着就是会开着那个娇艳的花朵 那这里呢则是用了转化 转化里面的拟人画 转化里面的拟人画 他说很顽皮喔 张开翅膀喔 拖着那个花喔 那父亲呢用汗烟袋 这个汗烟袋是古时候的人 他们的抽烟的一种工具 那个长长的 然后他会有一个那个带子 然后前面圆圆的 像圆圆的那头圆圆大大的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了 大概就是你看民国初年那时候的人 他们都会带这种汗烟袋 就是要烧烟草的才能够吸 那后来就再进步一点 我看我外公他都是用烟斗 也是要烧那个在前面那种 有圆圆的一个大口 就很像那个 很像那个萨克斯丰吧 缩小版 前面有一个圆圆的那个孔 那他可以烧那个烟草 然后就是吸那个烟 其实我们现在又改良的很方便了 就是现在的那种香烟 那只是老师觉得 这个抽烟会危害到身体 所以既然他对身体有害 那何必要去尝试呢 所以尽量 不是尽量 绝对 我们都不要碰 好不好 好 那么 老师要跟同学讲 我这一生真的 就是 大女生是比较少 可是老师也 没有抽过烟 有啦有一次 抽过烟 但是 不是因为我要尝鲜 那种我觉得有害的 我不会去碰 那是老师去学 我对那个摄影有兴趣 所以呢 老师去学那个什么 商业摄影之类的 就是他可以拍照 那时候都很流行玩 那种什么单眼的相机 那当然也都是 十几二十年前的往事了 可是呢 那时候就喜欢玩那个相机 然后去拍 跟着 就跟着那个老师 学那个摄影 结果我记得我们要 那时候要拍一个咖啡 老师给我们的题目 叫做热咖啡 那你热咖啡要如何拍出 那蒸腾的那个烟雾呢 那在当时呢 学生 学生时代念大学的时候 那你又很 穷要省钱 没有钱买那种干冰 所以呢 老师有教我们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用吸管 然后抽一口烟 然后喷在那个 就是用吸管 喷在那个 那个咖啡杯上 那好像在冒烟 然后瞬间快门按下 为了那个 那个作业 那个照片啊 那因为要抽烟嘛 所以我还特别 跟这个爸爸妈妈说 那我哪天要抽烟 然后 这糟糕天下 老师不会做坏事 然后就跟爸爸妈妈说 就爸爸妈妈说 你不要被呛到喔 但是老师不会 就是不会 所以那个烟喷到那个 咖啡杯的那个咖啡上 都是那种雾气 那作品当然失败 老师没有拍好 好来 那基本上呢 老师觉得不好的是 就是人生啊 有史以来 也就只有那一次 老师从来都没有碰 不应该碰的 就是都不要去碰它 不要去尝试 那老师觉得自己 要有那个定力 要有意志力 不要接受那个诱惑 这样才是好的 好来 那么紧接着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父亲 这早期的这个 这个人他们可能 就是会流行啊 会抽一点烟 他就用汗烟袋 就点着这个烟 然后呢就告诉我 他说呢 这个是丁香 这个是丁香花 那么 这丁香花呢 这个在法国有一句话 他说丁香花开的气候 是最好的时节 因为丁香花开的时候 那种通常都是季节呢 这个春天的时候 就是季节最好的 最美好的那个时刻 所以这个丁香 那不知道同学 有没有看过丁香花 这丁香呢 我印象中有白色紫色的 然后那个紫丁香 然后那个紫丁香 这个老师曾经见过 那紫丁香的花 一串一串的 很美 但是他跟紫藤不一样 那也是很美 好 那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有丁香花 然后还有什么 一丈红 这一丈红 这个以前曾经看过 有一出这个宫廷连续剧 很红的叫 曾环传 里面呢 就有一个这个妃子 就被 试了这个一丈红 就是打 打到那个皮开肉绽 那个 血肉模糊的 那叫一丈红 听起来好像很恐怖 其实一丈红是很美的花 是在四川蜀地那边 常见的一种花 那他花开得很艳丽 各种颜色都有 好 那么还有大理花 这大理花也是很艳丽的 很艳丽的花 那还有这个剑兰 这剑兰呢 他的叶子很像剑 那还有木曦花 木曦花就是桂花 就是我们其实 在校园里面 时常见到那种桂花 就是会有一种香气的 那散布着淡淡的幽香 老师提到了 他是有香气的 那么墙边那一株 一株高大的玉兰花 还有讲到这玉兰花 我跟他也是非常有情感的 因为阿嬷最爱玉兰花 我的阿嬷 那他在这个乡下呢 也是种了一株玉兰花 然后每天早上的时候 清晨的时候都要去采这个玉兰花 然后放在那个盘子里面 贡佛 阿嬷非常的成心 都要用鲜花来贡佛 就是这个玉兰花 那有时候身上还会 这个 因为以前没有什么香水 他们就会佩戴香花 阿嬷身上也会 用铁丝串成一串 就别在包包上 或者别在那个衣服的这个裙头外围这边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玉兰花开了满树 那么下雨天卸得很快 这个卸是凋零的意思 那他就赶紧呢爬上去采 去采那个玉兰花 那么采了满兰子 送给左右的这个邻居 那送给左邻右舍 那你可以看到 哇 这个齐君可能是受了他母亲的影响 他也很大方 对不对 不是只有自己香自己闻 那他有多彩的 他也懂得分享 会去分享给这个左右邻居 小心满兰子的兰 虽然国小就已经教过了 可是在这一课还是会考改错 兰子的兰 竹子编的 所以从竹子布 好 那么玉兰树叶上的这个水珠 都是香的 这个老师很喜欢那种白色的 带着香气的这个花 像是那个桂花啦 玉兰花啦 茉莉花啦 我都好爱 所以呢 也让同学看一看 老师很喜欢拍花 那这一幅 这一幅画呢 也老师可以跟同学这个分享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这是清代清末的时候 那个狼士宁有没有 他所画的这个 紫白丁香图 就是紫丁香跟白丁香 那 这个是文人画 那人家画 画得很美 可是真实的花 他也很美 有机会去故宫可以看一看 狼士宁的花卉 好来 还有这个 这个是老师在 这个就是一帐红 又称之为鼠葵 那你可以看到 这老师还特别把这个牌子拍下来 我在哪里拍的呢 在那个忠孝东路 忠孝东路SOGO附近 老师原本要去转搭捷运 经过那个 他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花园 在道路旁 那老师看到那个花 好美喔 我就走过去看 走过去拍 那他里面讲了 开花的时候 请不要把花摘走 美丽的花朵要让大家欣赏 谢谢你 那这个本来就是要有功德心 要有功德心的 那同学可以看到 这就是鼠葵 很美 一帐红 好 那么底下这个是大理花 大理花也都是那种 哇 这个很艳丽的这个花朵 很大一朵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齐君的 这个爸爸 哇 是一个文人雅士呢 认识这么多的花 而且还会教导齐君说 这是什么花 这是什么花 好 那么紧接着呢 这个图呢 是老师从网路上找的 那这个是我一般看到的这个 建兰大概是红色的 那这个是荷兰进口的这个建兰 所以他 你可以看到好多颜色 好多颜色 五彩缤纷的 这是建兰 有没有看到他的叶子像建一样 好 好 那么紧接着再来看到这个木曦 它其实很小一朵 可是你只要经过 你就会被一股香气吸引 然后你去找 到底在哪里 那香气到底从哪来的 你就会在这个绿叶里面 发现它 小小小小小一朵的 这个是木曦 就是桂花 好 那么紧接着 这个是玉兰花 那当然这个不是阿嬷家种的啦 这个是老师路上买的 都会看到那个那种比较 就是老婆婆啦 她们会卖那个玉兰花啦 茉莉花啦 老师有时候就会买 但是买回家以后 我又觉得用铁丝串着他们 好像他们会痛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铁丝都被我拿下来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盘子里面 就摆在这个桌上 这个玉兰花 好 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齐君 他在很多文章里面 也都会提到说 他的爸爸 教他认识这个花卉 那 老师都觉得那是一件 所谓的风花雪月 都是美事 人活着就应该要为了美而存在 不美活着有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 所以那种美好的事 你就要用心的去欣赏它 好 那么紧接着这个唱鼓而词的 总在下雨天从我家后门就摸索进来了 这个唱鼓而词的 什么叫唱鼓而词的 那是因为以前没有电视 没有什么娱乐 所以以前的人他们的娱乐 可能就是去什么天桥底下 听人家说书 或者是去那个茶馆里面 听人家说书 这应该在连续剧里面都会演到 对不对 那有一些呢 这个唱鼓而词的 他就会到大户人家 家里面 你可能不出去 可是他会来到这个家里面唱给你听 那这种唱鼓而词的 通常都是 就是他可能 就是身体可能有一点这个残疾 可能都是眼睛啦 看不见 诸如此类的 那所以他说呢 这个唱鼓而词的 就是总是在下雨天从我家后门呢 就摸索进来 有时候他可能只是要来说 要不要听个这个 听个故事啦 或者是 可不可以给我一碗饭啦 让我温饱啦 类似这样子 那 你可以看到他用摸索 这个摸索 其实就是那种 抚摸的 这个 用手这样去接触的 虽然他这里没有明确的提到 提到这个 还没有提到这个唱鼓而词的 可能眼睛不方便 看不见 可是呢 从这个摸索这个词 大概也可以知道 就这样 这个摸着进来了 那么坐在厨房的长凳上 坐在厨房的那个长凳 长板凳 老师更有印象了 这个长板凳 不知道你们现在常不常见 就是他是长的 长长一条的 然后呢 他没有那种可以靠着背的 就是一条长长的这个凳子 不是圆凳 他是长的 那老师小时候 听说我很小的时候 一个多 一两个月吧 那时候呢 就爸爸妈妈在台北工作忙 都把我就是放到这个阿嬷家 阿嬷家呢 请阿嬷帮忙照顾 所以我那时候才满月 再多一点 大概一个多月 应该再多大一点吧 反正也是小小一只 阿嬷呢 就忙着厨房里的工作 就把我放在板凳上 他想说我也才一个多月 不会翻不会滚 就把我 我在睡觉 他就把他放在 把我放在那个长板凳上 他想说他一边工作 还可以瞄一下 结果呢 在他工作的时候 突然听到蹦蹦两声 就是蹦一声而已 没有两声 就是老师从那个长凳上就摔下来 然后这个阿嬷呢 心疼很久 到我长大了 都一直对我说的这件事 然后说了以后他就很愧疚 但还要赞美我一下 说哎哟好在现在 都生得没起来 就是都长得这么的完美 这个没有受到伤害 就是那个长凳 所以老师呢 这个长凳 我也是很有印象 我只要每次回去 阿嬷就说 我就是从那个长凳摔下来的 那老人家他们很爱惜东西 那长凳从我这个满月多 就已经在用对不对 一直到老师长大了 回去多 一样是坐在那长凳上的 好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他们会坐在厨房的长凳上 就唱一段正元和学盖 那么这个正元和学盖呢 这是一段这个故事 那这故事是谁写的呢 是唐朝的白行俭 唐朝的这个白行俭 你可能没有听过这个人 白行俭他所写的唐传奇 有一点像是这个唐代的那种 就是他的短篇小说故事 叫做李娃传 里面的这个一段 李娃传 里面的这个一段 那白行俭你没有听过他 但是他的哥哥很有名 他的哥哥叫做白居易 这个白行俭就是白居易的弟弟 那可是其实白行俭的文笔 不输哥哥啊 这个李娃传呢 应该到了高中吧 会有版本选到 可以读一读 他也是写的很精彩的 那里面就说到这个李娃呢 他是长安的一个名记 那这个男主角是郑元和 他原本要去考这个科举的 就没想到就是受到了诱惑 就是很迷恋这个李娃传 结果呢把这个用来 这个考试的这个生活费 都花完了 那后来就被这个李娃的这个养母 看到这个郑元和没有钱了 把郑元和呢给赶出去 那郑元和被赶出去以后 他又没有钱就是生活 然后也不敢回家 无言见江东父老啊 那只好呢就是 就是在长安城里流浪 然后看到有人呢 有一些人在唱着那个晚歌 就是有人商葬的时候 就是会就是很像是 替别人商葬的时候 唱一些挨碗的那个曲调的 就唱一些这个晚歌 那郑元和呢 他听着听着 因为他是文人嘛 所以学的也很快 就他也竟然也会唱了 那因为呢唱这个晚歌 商家都会给你一些钱 所以他也就去这个跟着 跟着那些唱晚歌的人 就一起去打工去了 去唱晚歌 结果有一次 就遇到了这个他的父亲 这个郑元和就遇到他的父亲 看到他的儿子 竟然流落街头 唱晚歌把他痛打了一顿 那到最后这个 郑元和只好去就是乞讨 就当这个乞丐 当乞丐 那后来李娃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 他觉得很自责 因为总是因为他嘛 所以他就暗暗的这个 资助这个郑元和 然后也鼓励他 就是好好的读书 那要进京赶考 结果这个郑元和他也很努力 后来考上了这个就中举了 然后也跟这个李娃有了好的结局 然后回到这个故乡 就是爸爸也原谅他了 这故事是一个很圆满的 老师特别喜欢这种圆满的故事 所以这个唱古儿词的 就来他们家 就唱了一段 这个郑元和学盖这个故事 那当然这是很 郑元和他很落魄潦倒的这个一段 这听了真的是很感伤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母亲一边做饭一边听 那眼泪就一边掉 这个泪水呢就挂满了脸颊 那脸颊的这个颊要会斜 要会注音 那么拉起了青布围裙 青布围裙 这个青 青布到底是什么颜色 其实青布是那种深蓝色 在民国初年的时候那种 那时候那种深蓝色那种 那种染料呢是比较容易取得的 而且都很天然的 所以这个青是一种深蓝色 所以在荀子的劝学篇里面 我们可以读到 他说青出于蓝 胜于蓝 这个青呢是 青这种染料 青出于蓝 是从蓝草里面提炼出来的 可是却比这个蓝草的蓝 还要再更蓝 青出于蓝 胜于蓝 那里面呢 这里面的这个青 它是名词指的是一种青色的染料 染料 那么这里的鱼呢 这里的鱼是虫 虫什么呢 从蓝草里面 这个蓝 名词指的是植物名 一种可以提炼蓝色颜料的这种 这种植物 从蓝草里面提炼出来的 可是却比 这里的鱼 意思不一样了 它当作笔 它只要放在形容词的前面 它都是当作笔 可是却比蓝草的蓝呢 更蓝 所以这个是指更加的蓝 所以你可以知道呢 这个青在这里大概是指蓝色 青呢是一只变色龙 它可以是指蓝色 它也可以是指绿色 譬如说青草 青青河畔草绿色 那它也可以是指黑色 譬如说 遭如青丝木沉雪 或者是这个青赖 瘦老师青赖 这个青呢也可以是指黑色 青丝就是黑色头发 青赖呢就是黑色的眼珠 那只不过一般啦 这个青布通常都是指蓝色 包括什么青青紫金 因为这是古时候很容易取得的这个颜料 很容易就是 所以你会看到一些民国初年的那些 这个学生的装扮 他们都是穿着什么白衣啦 蓝裙 蓝裙有没有 蓝布裙的 因为那种颜色是最容易取得的 最容易取得的 好 那么他就 这个拉起了青布的围裙 然后擦了一下 擦哪里 擦眼泪 拉起来擦眼泪 那么又连忙的 盛了 这个一大碗 满满的白米饭 请虾子先生吃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了对不对 那个唱古而词的 这个先生眼睛看不见 就是请 盛了一大碗 满满的白米饭 请他吃 哇那这真是大手笔啊 这小时候我爸爸的那个年代啊 要吃白米饭不容易啊 他们都是吃那个什么 憨吉羊 就是那个番薯 番薯饭 所以到现在 老师很喜欢吃番薯欸 我觉得很好吃 可是我爸都不敢吃 因为他说小时候吃太多 吃怕了 那个番薯都比饭还多 那个米饭是很珍贵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他妈妈 多么的这个 这个就是 非常的大方 是一个非常温柔敦厚的人 所以呢 盛了一大碗的白米饭 给这个虾子先生吃 那么再给他 又送他一大包的这个米 那晚上呢 这个唱古而词的这个先生 他就在大厅里唱 还请这个左邻右舍来听 就是那种 不是只有自己独享 还可以跟这个 就是与人同享的 让老师想起了一首歌 什么与你分享的快乐 神过独自拥有 对不对 胜过独自拥有 那种分享的快乐 那当然这里面也就呼应了 他妈妈真的是 不仅慈眉善目 那个心地也是非常的柔软的 可以说是呼应了他前面的文章所提到的 他的妈妈就跟菩萨一样 菩萨的心肠 好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再来看到他说 宽敞的大厅正中央呢 就燃起了这个亮晃晃的煤气灯 亮晃晃 小心他的注音 请你把他写上去 念成晃呢 他是明亮的意思 明亮的意思 或者是 这个很快的散过 譬如说 一晃而过 也是念晃 可是什么情况念成晃呢 摇动 摇晃的时候 摇晃念晃 其他的全部都念晃 他说 中央燃起了亮晃晃的煤气灯 那么灯一亮 那种灯一亮 那种灯火通明 那种张灯劫彩 所以他就觉得 我好像要做喜事的感觉 好像是那种很明亮的 有好事要发生的 所以他说呢 内心啊 有说不出的这个开心 那么雨 花花的越下越大 这里又用了撞声词 所以他是一个听觉的魔血 他说呢 瞎子先生的鼓呢 咚咚咚咚咚的这个敲的呢 就越来越起劲 那 这里通通都是听觉的魔血 母亲呢 母亲呢和五叔婆 这五叔婆也时常在奇君的文章里出现 那如果读他的记的话 他里面有提到那五叔婆的样子 说那五叔婆长得很丑 那这可能就是同学你可以自己呢去 他对那个人物的一个描写 形象的描写 描写得很好 好像你不认识五叔婆 可是你却可以 就是你就可以在你眼前看到五叔婆的这个样子 那有一年的大学 老师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大学的这个学测 那个在考这个执笔测 那个就是非选择题测验 他里面就考了奇君的记 他里面的人物描写 所以你看多重要的一课 多么典范的一篇文章 好 那么你可以看到 他说呢 这个母亲跟五叔婆都听得怎么样 眼圈都哭得红红的 那也是很容易那种多愁善感的 这个明明就不是真实的故事 只是听故事而已 就那种眼睛就哭了那个红红的 你们会这样吗 我会啊 看那个电视连续剧的时候 这我最怕看悲剧了 那这个尤其在那个 就是看到悲剧呢 那个眼泪就噼里啪啪掉 那个卫生纸呢都半包一下子不见 所以呢 老师不太喜欢看悲剧 我都喜欢看那种喜剧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说 我就只顾着吃 吃那个草米糕小孩嘛 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无忧无虑 他说我呢就只有顾着吃草米糕花生糖 那父亲呢却悄悄的溜进书房 做他的堂诗去了 你可以看到他呢是年纪小也听不太懂 这有什么好哭的 那他的爸爸呢则是溜进书房 去做他的堂诗可见呢 他爸爸呢是一个不喜欢热闹的人 就是一个文人雅士 就溜进去做诗了 那而且是悄悄的 这个巧巧的呢就是那种不声不响的 不声不响的就溜进书房去做诗了 不声不响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巧 巧呢他是从这个心字部 所以一开始呢他的意思也是跟心有关的 这个巧也有内心忧愁的意思 所以当你说我内心巧然 就内心有忧愁的意思 所以他除了当作极尽无声 还可以当作这个内心呢就是带一点忧愁 好那么紧接着我们再来看到这个下一段 他说如果呢我一直长不大 那就可以永远沉浸在雨的欢乐里面了 然而谁能不长大呢 每次读到这一句老师眼泪也要掉 然而谁能不长大呢 这里是社问里面的基问 意思就是每个人都会长大 每个人呢都会长大 然而谁能不长大 就是每个人都是会长大的 在你们这年纪大概都很期望长大吧 不要爸爸管我 不要妈妈念我对不对 长大了就自由了 你就错了 长大以后你会很怀念小时候 那种就是 其实长大了我反而觉得有更不自由的 一些人情啦俗世啦 那些羁绊反而更不自由 所以谁能不长大呢 都一定要长大的 所以这齐君呢 而且越是长大 当然你一方面越来 有一些获得 可是另一方面 也是慢慢的会失去一些东西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他后来呢长大了 他到杭州去念中学了 杭州也在浙江 杭州也在浙江 那他就到杭州念中学 那下雨天 我有着一股凄凉寂寞之感 因为一个人到外地求学嘛 那没有那长工陪他玩 没有这个邻居啦 这个甚至妈妈五叔婆 那些亲人在旁边 就特别的觉得这个凄凉寂寞 那种很孤孤单单的 就只有他一个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这个 最后一段这里 他说有一次在雨中啊 徘徊西子湖畔 这个西子湖呢就是西湖 老师好喜欢这里 好喜欢西湖 你如果到了西湖 你会看到那边的有很 湖面上有很多的船 可是那个船呢 都还带着古风的 有些甚至还有凋梁化洞 你到了西湖那里 你都会觉得 我是不是穿越时空来到古代了 就是有一种纯樸的感觉 那老师很喜欢西湖 那西湖边呢 时常下雨 时常下雨 所以他说有一次在雨中呢 就徘徊 徘徊也是蝶孕父词 这个徘徊 那他是蝶孕父词 就是榴莲 在那里 这个 就是在那里榴莲 榴莲不去 就是徘徊 那他也是一个连绵词 跟就是连绵词就是两个字呢 分开 那他是不能单独存在的 他两个字合起来可能只能表达一个意义 他也是一个连绵词 好 那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有一次在雨中徘徊在这个西子湖畔 那老师有提到这个西湖呢 时常下雨 苏东坡曾经就有这个一首诗 叫做《印湖上出情后雨》 里面就有提到他说 波光烈焰情方好 三色空蒙雨亦齐 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 他说呢 这个西湖啊晴天的时候很美 波光烈焰情方好 这个晴天的时候很美 但是呢雨天的时候三色空蒙雨亦齐 下雨的时候呢 那个景色也很奇特 那如果把这个西湖跟西施来比的话 就因为苏东坡这首诗 所以西湖又称之为西子湖 这个西子就是西施 这古代的四大美女之一 他说如果把西湖跟西施 这样的美女来做一个比较的话 那么这个西湖啊就跟西施一样 浓妆淡抹总相宜 不管化妆不化妆 都美 就好像晴天就好像化了妆一样 那雨天就好像素颜一样 都是很美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说有一次在雨中徘徊西子湖畔 那么我驻足 这个驻足是停留的意思 停留足脚步 停留了脚步 那你也可以写成这样的驻足 也可以写成这样的驻足 就是停留了脚步 凝望着碧蓝如玉的湖水 那个湖水碧蓝蓝绿绿的 那这里用了什么 辟育修辞 他说碧蓝如玉的湖水 跟滴血 和这个滴血滴血的梅花 那他去的应该是西湖的那个孤山 这个孤山种了一大片的梅花 你如果在冬天的时候去 一大片开满的花 那种白 那种一片雪白的很美 可是你如果在其他季节去 你只会看到就是绿色的树叶 看不出那是梅树 那老师都是在春天的时候去 都已经结梅子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说呢 还有滴血滴血的这个梅花 那这个却听得放客亭中 响起了悠扬的笛声 这个放客亭跟这个梅花 其实都在讲一个地方 叫孤山 那么这个孤山呢 曾经是宋朝有一个很有名的 这个影视叫做林河靖 他就隐居在这里 他的典故你也一定要知道 他呢一生就是没有结婚 没有小孩 但是他很喜欢这个梅花 所以他说呢 他是以梅为妻 梅以鹤为子 梅漆鹤子 梅漆鹤子 他很喜欢梅花 很喜欢鹤 所以呢养了很多的鹤 所以他说他以梅为漆 以鹤为子 所以在这个林河靖去世以后 这个后人呢就在这个林河靖 他隐居的这个地方 就孤山这里 他就盖了一座亭子 就叫放鹤亭 纪念这个林河靖 他说呢 这个我在这里呢 就是在放鹤亭中 想起了悠扬的笛声 他说好像听到了这个悠扬的笛声 那那种 那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笛声低沉而遥远 那个声音好像越来越远 就跟你的那个过去 就跟你的往事一样 越来越远 那为什么是笛声呢 在这里 老师要跟同一讲 这各大版本都不会有 参考书也不会有 为什么会是笛声 老师告诉你 那是其实以前啊 听到这种笛声 大部分通常都会想到有人 或者是想起故乡 那么在李白的一首诗 叫做春夜落成闻笛 就是在春天的夜晚 在洛阳 洛阳城里面 听到这个笛声 那里面呢 他就说了 谁家遇笛暗飞声 散入春风 散入春风满落成 此夜曲中闻折柳 何人不起故缘情 谁不会 听到这个笛声 谁能够不想起这个故乡呢 尤其那个笛声吹的是折柳 那种送别的曲调 就是特别的想家了 其实这里这个笛声 这个奇君也是告诉你 他想起了他的家 想起了他的故乡 想起了他的童年 但是跟这个笛声一样 都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那所以他说呢 然而我却能够依稀听见 就在雨中 就在雨中仿佛能够听到 那当然不是现实中的笛声 而是你的回忆 回忆中的笛声了 好 那这种过去的事情都越来越远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只能够依稀的听见在雨中 那在这里呢 老师有一段 就是老师很喜欢的一句话 就是那种过去的事 就越来越遥远了 那老师也有一个 这个很喜欢的一段话 要跟同学分享 那这是老师很喜欢的一个日本作家 叫做《春上春树》 那他有三本的短篇小说 那其中有一本叫做 《遇见百分之百的女孩》 然后另一本叫做《听风的歌》 还有一本叫做《失落的弹珠玩具》 这是很难得 他一般都是写那种长篇的 很厚一本的那种 那个长篇的小说 那这个是他比较少见的那种 短篇的小说那老师很喜欢读 那其中这个《听风的歌》 在一开头的这个地方飞夜 他就有这么一段话 他说很久没有感觉到夏天的香气了 海潮的香 远处的汽笛 那么女孩子肌肤的这个触觉 这些对他来说 应该都是那种美好的 那些美好的记忆 美好的印象 他说润世金的柠檬香 黄昏的风 淡淡的希望 夏天的梦 从这种具体的写到抽象的 然后呢写了一些这种 就是一些视觉的 嗅觉的 触觉的 触觉的这些美好 可是这些美好 他说这些简直就像 这里也用了这个辟语法 就像没有对准的描图子一样 我觉得他形容得好好 就是一切的一切都跟回不来的过去 一点一点的错开了 不知道同学有没有在描图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那种比较透明的纸 垫在上面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比较透明一点的纸 可以去文具店 就是买这个描图子 很多那种工业制图啊 他们也是时常都会用这个描图子 就是专业的 就是你可以垫在上面 然后把你的那个想要的图稿 就是描画起来 可是有时候你对不准 已经都描画了这个一半了 对不准 怎么对都对不好 那种感觉 我觉得他这一段呢写得很好 这一切一切都遥远了 过去了错开了 那等你慢慢的长大 你可能也会发现 很多的人事物 就是都在消逝 都是在消逝之中 那我们今天读着齐君的这篇文章 他也不在了 那所以就是跟同学这个分享 好来那么一起看到这个 同学你可以看到这个 国字注音这边 这里老师希望同学每一个都能够读一遍 注音的部分张开嘴巴读 然后呢 这个每一个这个国字比较难的 就在讲一空白的地方练习写三遍 那修辞这里我们刚刚是不是 老师都有在课本里面的时候呢 就帮同学分析 这里帮同学整理整理了一遍 那你可以呢 这个就是在集中的这个复习 好那么字词的辨析 字词的辨析 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 看到老师这边 看到黑板这边 你可以看到这个 稀为的稀是为名的意思 稀为的稀是为名的意思 就是他不是很亮 他是一个什么形容词 是一个形容词 通常都在形容那种灯光 就是有一点就是没有很亮的 那个灯光就是日光稀微 我们通常都会这么用 那么启蒙的蒙呢 是蒙昧无知 通常都是指那种幼童 你开启他的这个知识 那雌性是名词 启蒙的蒙是名词 那么飘浮的飘 你可以看到第三个这里 飘浮的飘呢 其实飘就是浮 飘就是浮 那么飘白的飘 这里的飘 其实就是浮 那么当你念成飘 飘 这个飘呢 是用水冲洗 所以含姓啊 她曾经啊就是有一次都饿快死了 结果呢 就遇到有一个飘母 什么叫飘母 在河边洗衣服的这个妇人 给了她一碗饭 她感动得要命 她说等到以后 这个我如果功成名就了 我一定报以千金 就我们成语里面的一饭千斤的故事 就那飘母就说 我只是看你快饿死了 给你一碗饭 不是要你报答的 可是这个韩姓 后来当了大将军啊 她真的就是报以千斤 感恩图报 所以一饭千斤感恩图报的意思 那漂白水当然就是在那个水里面加了那种漂白剂 去把它漂白 那么底下的这个票汉的票 票汉的票从刀子部 你可以看到它是 这个票汉呢通常就是很勇猛强悍 那么或者呢 这个票也有抢夺的意思 所以我们实际上会讲票窃 有没有 票窃都是这个字 就是它有永汉或者是抢夺 你可以把意思写上去 可以把意思写上去 好来 那么紧接着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票秒 这个票秒它也是一个连绵词 分开来它就没有这个原本的 这个票的这个含义 那这个票呢 如果它单独存在的话 应该如果有版本有念到 这个宇宋元诗书水皆漂壁 这个票是一种颜色 一种 一种老师很喜欢的颜色 国画里面时常见到 它是蛋清色 又称之为月白色 什么叫月白色 你千万不要以为在月亮底下都是那种 就是那种 月白色不要以为它是那种白色的 跟月亮一样狡结的 它是带一点青色 就是好像在那个月光底下 就是会有一点 还会有一点那种阴阴暗暗的 就是有一点青色 这个在国画里面时常见 那种月白色 老师很喜欢 好 那么 嫖妙 这个嫖妙通常 如果两个词一起用的话 通常都有那种隐隐约约的 那种看不清楚的叫嫖妙 或者是指那个声音呢 很悠扬的很这种绵长的叫嫖妙 好 那么这个嫖 从瓜子布的这个嫖 这个嫖呢 是用来咬取这个水酒的这个勺子 就是咬水或者液体的工具 就是我们常见的勺子 在乡下呢 很多东西都是天然的 我们家的那个瓢 就是咬水的 我们都是用那个葫芦 剖成一半 就晒干的葫芦呢 剖成一半 就当做水瓢 超好用的 好 而且很天然 那老师小时候都是用这个葫芦瓢 好 这里把意思都给写上 都写好了吗 好 那么老师要跟同学讲这里的要据理解 同学你可以把它看一看 可以把它再看一看 那么底下有一些这个描写亲情的这个经典名句 我们一起来看PPT 老师带着同学看一遍 好 那么同学你可以看到这个描写亲情的经典名句 那么这第一个呢是朱志卿的背影 这一篇也是经典的文章 他在写父爱 写他爸爸的背影 他爸爸替他买橘子的背影 那你可以看到他爸爸呢 他给我剪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 如果是我坐在那个火车啦或飞机 我也都喜欢靠走道耶 因为要出入比较方便 你看他爸爸多贴心啊 帮他选了一个靠车门的这个椅子 我教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 这个紫毛大衣呢是 就是他的父亲特别替他做的一件这个大衣 那你可以看到他把他铺好在这个座位 那就是坐起来比较舒服一点 那他祖我 这个他则是他父亲 朱志卿的父亲 就叮咛他路上要小心 其实当时朱志卿已经念大学了 可是呢不管你长得多大 永远都是爸爸妈妈心头的小baby 所以他说你要小心啊 夜里要警醒些啊 不要踢背啊 都已经念大学了 可是还是不要受凉了 我妈妈也是 天气冷热呢 我都已经当妈了 他都还会打电话来 今天天气突然变得很冷啊 多餐一点 晚上被子盖厚一点 今天天气太热啦 太热也要说 冷气不要开太强 这个对身体不好 室温就好 他时常都会这样的叮嘱 永远在爸爸妈妈心中 永远是牵挂 他说又阻托这个茶棒呢 好好的照应我 就是阻托那个 就是工作人员 就好好的照顾他 那么第二个他说 他和我走到车上 将橘子呢一股脑 这一股脑就是全部 他爸爸替他买橘子 怕他路上可了饿了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可乐啦 也没有什么像我们现在的 什么铝箔包啦 宝特瓶啦 没有东西都是很天然的 我永远记得 我小时候 我跟阿嬷去买 菜市场买猪肉 我们那个猪肉是用那个稻草 钓着这样拎回家的 你要买什么 就是买一些 买那个绞肉 还是用荷叶包的 都是天然的素材 没有现在那么多的塑胶袋 所以他爸爸也是买了橘子 就是一股脑的 全部都就是毫无保留的 通通都给了他 放在他的皮带衣上 那么扑扑身上泥土 心里很轻松似的 为什么他爸爸要扑扑身上泥土呢 因为他爸爸为了替他买橘子 爬下月台 又爬上月台 那他爸爸是一个胖子 要爬那个月台很高 那当然那是那个年代 我们现在都知道 不可以这个攀爬月台太危险了 对不对 尤其现在的火车 那速度之快的 所以他爸爸替他复数这么多 可是只要替子女做了 他就觉得 哇好像心里就轻松了 所有的辛苦都不会放在心上 所以这里也是那种描写亲情的这个名句 然后过一会他说 我走了 他爸爸送他到这个火车站 然后说我要走了 你到了北京以后 因为朱志钦那时候在北京念大学 他说你到了北京以后 记得写信回来 会担心的 当爸爸妈妈都是会担心的 我每一次我女儿他 他这个要到南部去读书 我也都是叮咛他 你到了你要打电话给我 都没有 都是要我自己算时间 到了没啊 到了早就到了 我已经这个在睡觉了 再怎么样了 有时候 有时候你真的要等到你当了爸爸妈妈 才能够体会爸爸妈妈的那份担心 那老师现在告诉你了 我希望你们就是知道爸爸妈妈的担心 那就让他们多一点心安 就是还是要告诉他 我到了我怎么样了 就是要现在通讯都那么方便 好来 那么紧接着第三个 他说我北来后 这也是朱志钦的 他说我北来后 就是他到了北京以后 这个他的爸爸写了一封信给朱志钦 那么信里面说我身子平安 唯一绑子 就只有这个肩膀疼痛的厉害 举住提笔 我要举筷子要提笔 都很不方便 那么大约大概大去 这个大去是指去世 大概我就要死了吧 你想想看 他爸爸一开始写信还要告诉他 还要安慰他 我身体很平安 不用担心 只是肩膀有一点痛 可是已经严重到 连拿笔拿筷子都不方便了 所以他也说大概离死不远了 可是他还是很严重 但不要他担心 所以只有说他很平安 只是这样而已 那你可以看到朱志钦 读到这里 他说我在晶莹的泪光中 我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 黑布马褂的背影 唉我不知何时能够再与他相见 他那时候跟他的父亲就是分开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又是青布棉袍 在那个时代常见的 那种深蓝色的 好来第四个 胡适的母亲的教会 这篇文章也很经典 他说是写这个母爱的 他说我母亲管束我罪言 他是持母兼任严妇 为什么持母兼严妇呢 因为胡适在他三岁的时候 爸爸就去世了 所以他的妈妈就要身兼父职 但是他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 骂我一句打我一下 你可以看到他妈妈 有着很先进的教育理念 知道孩子也是需要尊严的 不可以在大庭广众下打骂的 所以他说他不会在众人面前罵我一句 打我一下 我做错事他只对我一望 我看见他严厉的眼光就吓住了 这里面可以知道说 他的爸爸 他的妈妈像严妇一样管他很严 可是他妈妈持母的地方在哪里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下一个 里面他有提到 他说有一次这个胡适做错事了 他说我跪着哭 用手擦眼泪 那么不知道擦进了什么黴菌 黴菌的黴要会写时常考改错 结果呢 他就害了一年的演艺病 就是眼睛上会生那种 脏势薄膜的那种 那种那种黴菌 那一来一去都医不好 那妈妈呢 这心里面呢 又悔又急 听说这个演艺呢 可以用舌头 可以用舌头舔去的 竟然 有一页把他叫醒 他真的用舌头去舔他的病眼 那这真的是我的岩师 我的慈母 想想看 谁会为你这么做 大概就只有母亲了吧 对不对 就是可以那种在 替你把屎把妙 那种在怎么卑微的工作 他都会去做的 好 那么第六 所以这一段也是很重要 这个母亲教会最后一段 他说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 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 如果我能够宽恕人 我能够体谅人 或者好 重点就在这一句 我都得感谢我的母亲啊 那胡氏母亲的教会也是在写母爱的 这些都是著名的这个亲情的这个文章 那老师希望同学 你只有读这些句子不够 把这个文章找出来 读这个全文 你能够明白为人父母的一个这个情感 一个挂心 好 那这里呢 我们今天这个 今天的这一篇这个下雨天真好 就讲到这里 那 一样哦 不要忘记 我们的后面都是有一些题目要做练习的哦 同学一定要找时间把它写一写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跟同学说快乐下课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רט事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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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